嘿,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蜡笔小黑 现在宝贝们有没有准备好小耳朵听故事了呢 蜡笔你有玩过吗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有一盒没有人用过的蜡笔 太没意思了,真让我心烦 有一天,黄蜡笔跳了出来 一直闲待着,我都烦透了 说着,他从桌子上腾腾腾地跑走了 他发现了一张图画纸 呦呦,真大,真白 黄蜡笔不由地咕噜咕噜 红蜡笔和粉蜡笔高兴极了 咕噜咕噜,红蜡笔画了郁金香 呲溜呲溜,粉蜡笔画了波斯菊 对了,有了花,就得有叶子 于是,红蜡笔和淺绿蜡笔 顺便也把树给种上吧 于是,红蜡笔叫来了茶色蜡笔和土黄蜡笔 看到大大的图画纸,茶色蜡笔和土黄蜡笔也高兴极了 沙沙沙,茶色蜡笔画出了地面 咕噜咕噜,土黄蜡笔画出了树 对了,不能没有蜡笔了 还要有漂浮的云朵 于是,茶色蜡笔叫来了蜡蜡笔和淺蜡蜡笔 看到大大的图画纸 蜡蜡笔和淺蜡蜡笔都高兴极了 咯吱咯吱,蜡蜡笔画出了蓝天 咕噜咕噜 淺蜡笔勾画出了轻柔的白云 我们画好了 蜡笔们对自己的第一张画非常满意 这时,黑蜡笔走了过来 他问道 喂,我呢,我在哪里画好呢 大家说 小黑,现在轮不到你 这么好看的画,弄黑了 可不行 大家都不让黑蜡笔一起画画 再画一些,画一些嘛 大家又开始高兴地画了起来 为什么我是这种颜色呢 黑蜡笔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这时,铅笔哥哥过来安慰他 打起精神来,小黑 突然,蜡笔们吵了起来 嘿,别在我画好的上面画 你也别在我画好的上面画好吗 因为大家只顾一个劲的画 智商变得乱七八糟 这时,铅笔哥哥悄悄地对黑蜡笔说了些什么 黑蜡笔听了很吃惊 黑蜡笔突然出现在大家画的画上 吱吱吱地用力涂抹了起来 涂呀涂呀 蜡笔尖都涂平了 大家的画被涂得漆黑一片 大家生气地说 小黑,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的画全部都被你弄脏了 这时,铅笔哥哥微笑地说 嘿,看我的 他在画上咕噜咕噜地滚动着笔尖 黑颜色随着笔尖的移动被刮了下去 转眼间就像夜空中生起了好几朵大大的烟花 哇哦,我们的画变成了烟花 好漂亮,铅笔哥哥,谢谢你 现在,小蜡笔们开心极了 别谢我,要谢就谢谢小黑吧 有了小黑,才有了烟花 蜡笔们围在小黑的旁边,纷纷说 小黑,刚才真对不起 你的黑颜色可真了不起呢 好了,宝贝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听这个故事,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鸽子酱讲会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晚安 明镜是否逊